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恒强阁下 李总理 我们很高兴 欢迎您回到达沃斯 五年前您来过 其实也是欢迎你回家的 因为世界经济论坛有两个家了 一个在这儿 但是呢 还有一个夏季达沃斯 而且我们在北京也有办公室 这就显示出 我们已经在您的领导下和中国建立起来这种合作关系 我想在此感谢您所给我们提供的支持 尤其是感谢您的出席 我尤其需要提一下 我们非常感谢您带来了如此尊贵的代表团 其中有外交部长 有国家法国会委的主任 还有中国政府的重要成员 总理队下 您此次前来的时候呢 正值我们都在关注中国之时 我们现在的世界里头 只有中国 我们看到了是正在扩大自己的实力 并且以负责任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 就像我们联邻职主席所说的 世界现在的特征 就是不确定 而且呢 容易受到冲击 当然 我们都非常急切地想听到 您觉得中国的政策会是什么 实施是会是什么 代价会是什么 在世界这种地缘政治状况下 在全球经济背景下 中国会是什么政策 女士们 先生们 请我们大家一起热烈地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阁下发言 增进的 司法部主席 增进的 苏玛漉官主席 增进的 各位贵宾 女士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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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政府贵宾 与您取消了 不加烈地欢迎 先生们 朋友们 我很高兴 五年以后啊 又来到达沃斯 站在这个讲台上 致辞 更有幸的是 今天上午 在工作之余 我登上了 达沃斯小镇 附近的山顶 从那里俯瞰 达沃斯 达沃斯的确是一个 美丽 宁静 安详 的小镇 但是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并不平静 甚至 不安宁 我们需要应对 新的局势 昨天晚上 史瓦布先生 告诉我 达沃斯曾经是 治疗肺部疾病的 疗养 胜地 因为 潘尼西林的 发明和推广 普及 达沃斯的产业 转型 转型了 他从 肺部 上升到了 脑部 这里 已经成为 世界 老力 风暴 智力的 中心之一 我们 需要 新的 潘尼西林 来应对 国际 集市的 新的 挑战 世界 远非 太平 地区热点 局部冲突 以及恐怖主义 袭击 正像刚才 孙马洛格主席 所提到的那样 确实是 慈禧 匹服 对人类社会 构成了 现实的威胁 而全球的经济 复苏 又 乏力 主要经济体的走势 分化 大宗产品的价格 反复波动 通过紧缩 的迹象 可以说是 雪上 加霜 不少人 对世界前景 抱着 悲观的情绪 认为 不请 和平 和安宁出了问题 发展 也 难见曙光 有哲人说过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不能用 曾经 制造问题的办法 去解决它 老问题的解决 不能再从 对抗 仇恨 封闭中 摸答案 新问题的应对 更要在对话 协商 合作中 找出路 我们要吸取 历史经验 运用 时代的智慧 寻求 各方利益的 最大 公约数 人类在 艰难的时刻 总是能 激起 突破困境的 勇气 迸发出 变革 创新的力量 面对 复杂的 国际局势 我们主张 要坚定维护 和平 稳定 坚守 和平 稳定的 底线 今年 是世界 反法西战争 胜利 七十周年 保持世界 和平稳定 符合 各国人民的 共同力 二战后 形成的 国际秩序 和普遍 共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 必须维护 而不能打破 否则 繁荣和发展 就无从谈起 国家间 以兵器 冷战 思维 与零和游戏 赢者通吃 是行不通的 任何地区热点 和地缘冲突 都应当 坚持通过 政治手段 用和平的方式 来寻求解决 我们 反对 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义 中国将继续走 和平发展道路 维护 地区稳定 无意 与任何国家 一增高下 世界各国 都要像 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和平 让文明 理性 正义 制化 开遍世界 面对 多元的世界文明 我们主张 要 共同促进 和和谐相处 也就是说 要秉持 和谐相处的 理念 文化的多样性 与生物的多样性 一样 是我们这个星球 最值得 珍视的 天然宝藏 人类社会 是各种文明 都能盛开的 百花园 不同文明之间 不同宗教之间 都应 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 同 可相亲 亦 亦相近 国际社会 应该 以海纳 百川的 胸怀 求同成义 包容互建 合作共益 面对 多变的 经济形势 我们主张 要大力推动 开放创新 也就是说 要激发 开放创新的 活力 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七年来的 实践证明 唯有 同舟共济 才能 渡过难关 在相互 一层的世界里 各国 有权 根据自己的 国情 来制定 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 也应 加强 与其他国家的 宏观政策 协调 扩大 利益的 汇合点 实现 共同发展 德国 有 艳雨 讲 面对 变革 之风 有人 在 弃墙 有人 在 转风车 我们倡导 顺势 而为 坚定 不一的推进 自由贸易 旗帜鲜明的 反对 保护主义 积极扩大 区域 经济合作 打造 全球的价值链 来迎接 新 科技革命的到来 宏观政策 固然重要 但 结构 改革 势在必行 这是国际社会的 共识 尽管 难度 很大 但也应该 坚持去做 这样 才能够 形成 全球 创新的合律 增强 世界发展的 心动能 旅士们 宣誓们 我知道 愚慧者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很关注 或许 有人 担忧受到中国经济 速度降缓的拖累 也有人担忧受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冲击 因此 这里我想 我想多介绍中国的情况 当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为中高速增长 发展 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 迈向中高端水平 为此 要坚定不移地推动 结构性改革 应当看到 中国经济增速 有所放缓 既有世界 经济深度调整的 大背景 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 现在 中国经济规模 已居世界第二 激素增大 即使是每年 7%的 增长 年度的限价增量 也要达到 8000多亿美元 比5年前 增长10%的数量 还要大 经济运行 处在合理的区间 不片面地追求 高速度 紧绷的供求关系 会变得舒缓 众贺的资源环境 会得以减负 更可以 弹曲手来 推进 结构性改革 调结构 促升级 向 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复杂 结构更合理的阶段 演进 这样 中国经济的列车 就不会 因为 有所放缓 而失速 反而 会跑得 更稳健 有力 带来 新机遇 形成 心动的 刚刚过去的 2014年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 来做的 面对下行压力 我们没有采取 强刺激 而是 而是力推 强改革 尤其是政府 带头改革 大力 减震放权 激发 市场 和企业的活力 全年 GDP 增长 4% 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也是 最高的 更重要的是 城镇 新增就业 1300多万人 超过了 上年 在经济 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 就业 不减 反增 我们的登记 失业率 调查失业率 都是下降的 CPI 上涨了 2% 这低于我们 年初 预期的目标 事实证明 我们出台的一系列 宏观调控政策 是正确的 有效的 更重要的是 结构性改革 迈出 重要的步伐 不可否认 2015年 中国经济 仍面临 较大 下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选择 是追求 短期 更高增长 还是 找眼 长期 中高速增长 提升 发展质量 答案 是后者 我们将 继续 保持 战略定力 实施 积极的 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 不会搞 大水 漫贯 而是更加注重 预调 微调 更好的实行 定向调控 确保 经济运行 在合理的区间 同时 着力 提升 经济的质量 和效率 我们正在采取 有效措施 可以防范 债务 金融 等潜在风险 中国的储蓄率 高达50% 能够为经济增长 提供充裕资金 地方性债务 70% 主要是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 是由资产 保障 金融体制改革 也正在推进 我这里 要向大家 传递的信息是 中国 不会发生 蓄性 系统性的 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 不会 硬着路 要看到 中国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 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和平 是中国发展的 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 和人民 对 幸福美好的追求 是发展的 最大动力 城乡 和区域发展空间 广阔 国内需求潜力巨大 以中高速 再发展 一二十年 中国的面貌 会 持续地改善 也会给世界 带来 更多的 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 要顶住 下行压力 必须实现 双中高 那就要对 传统的思维 说不 为创新体制 较好 下决心 推进 结构性改革 要创新 宏观调控 增添 微观活力 调整 城乡 区域 和产业结构 尤其是促进 比较充分的 就业 特别是 年轻人的 就业 改善 收入分配 和名声 福祉 这是需要 艰辛努力 但是 我们不畏困难 只有沿着 促改革 调结构的路子 走下去 才能够使 中国经济 持续 实现 中高速增长 使中国的经济结构 达到 中高端的水平 中国经济 要行稳支援 必须更多地用 改革创新 要用好 政府和市场的 两只手 形成 双引进 一方面 要 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培育打造 新引进 另一方面 要更好地发挥 政府的作用 改造 升级 传统的引进 我们说 要打造 新引进 就是要推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中国有 十三亿人口 九亿劳动力 七千万 企业 和各企 工商户 人民 勤劳而智慧 如果把全社会 每一个细胞 都集合 就会使整个经济机体 充满生机 进而 汇聚成 巨大的 推动力量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蕴藏着 无穷的创意 和 无穷的 无限的财富 是取之不竭的 金矿 这是我想起了 三十多年前的 中国农村改革 我们放开 搞活了 让农民 自主来决定 生产和经营 调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 积极性 结果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解决了 长期没有解决的 吃饭问题 正是 体制的 创新 激发了 亿万人的创造力 也改变了 亿万人的 命运 两个月前 我去过中国东部的 一个小村庄 那里 只有七百户 人家 但是 他们却 开设了 二百多 两千八百多家 注册商店 一个人 在干几个人的活 每天 向世界各地 售出超过三千万件的 各类商品 当然 这里我要说明 他们是 遵循 劳动法的 并没有搞 不正当的 竞争 他只是 把那些 有限的时间 更多地 利用起来 这是 勤劳肯干的 大众创业的 生动 写照 今天的中国 需要开发 活力的新源泉 活力来自多样性 多样性的碰撞 产生智慧的火化 点燃 创新发展的火炬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不仅能释放 民智 民力 扩大 中国的内需 和民众的消费 而且会增加 社会的财富 还可以增进 大众的福祉 更重要的是 让所有的人 都有平等的机会 和舞台 来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推动社会的 纵向流动 来实现 社会的 公平 正义 管制 束缚创新 竞争 促进繁荣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 继续取消 和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 所谓的 非 行政许可 推进 市场准入的 负面清单制度 为市场主体 松绑 解负 这也有利于 压缩 寻租 和腐败的空间 我们将依法 保护 知识产权 尽力 营造 鼓励进取 宽容 失败的环境 同时 保护 各类 合法的 产权 我们说要改造 传统引进 重点是扩大 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的 供给 中国经济发展 虽然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 但是 公共产品和服务 不足 仍是短板 目前 中国人均公共设施的资本存量 仅为西欧国家的 38% 白美国家的 23% 副业水平 比同等发达人国家 还要低 10个百分点 而城镇化 则比发达国家 低20多个百分点 这当中 也蕴藏着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 巨大空间 增加这方面的供给 属于政府 分类的职责 是改善民生的 必要举措 也是扩大内需的 重要推手 今年 我们确定了包括 中西部 铁路 水利工程 各类棚户区和城乡 微房改造 污染防治等重点投资领域 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 不再唱独角戏 而是通过深化 投融资改革 打破垄断 吸引社会资金 与外资参与 采取政府和民营企业合作 中外合作 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来放大投资的效应 例如 近年 中国西部省区 建设了一家污水处理厂 需要资金 三亿多人民币 就成功地吸收了 德国的一家水务公司 而德方的股比 占到70% 我们将推进财税改革 给企业 尤其是服务型企业 减税 降费 推出扶持中小企业的新起措 深化金融改革 继续推进利率 汇率市场化 加快 推进中小金融 尤其是民营银行的发展 扩大资本市场 推动价格改革 大幅缩减 政府定价的 总类和项目 最大限度地 放开价格管制 同时 注重发挥 政府在软环境建设中的作用 扮演好市场监管的角色 打造国际化 市场化 法制化的 营商环境 为所有市场主体 提供 优质高效的 公共服务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将给世界带来 更多的商机 我们将进一步放宽 外资 准入 探索 准入前 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端模式 对中外企业 一视同仁 重点 有序扩大 金融 教育 文化 医疗 养老 等服务业 对外开发 推广 上海自贸区经验 让各国投资者 挖掘出 源源不断的 富旷 我们还将 创新 对外投资的 合作方式 中国的高铁 核电 航空 电信 等优势产业 走出去 对接 当地的市场需求 也是在 国际竞争中 接受检验 其中不少 产品本身 就是中外 合资的 出口本身 也是共同开拓 第三方市场 瑞士 达沃斯 是世界的滑雪 圣地 大家知道 滑雪 有三要素 速度 平衡 勇气 对中国经济而言 就是要在保持 中高速的增长中 平衡好 稳增长 和促改革 调结构的关系 只要我们坚持 改革开放 不动摇 着力推进 结构性改革 推进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扩大 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供给 用双引进 来助力 双中高 中国经济 就会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的 魔咒 走上 持续健康发展 的轨道 也为世界经济 带来 更大拘忆 我相信 只要国际社会 携起手来 坚守 和平稳定的底线 秉持 和谐相处的理念 激发 开放 创新的动力 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 艰难 险阻 我们这个 赖以深层的世界 一定会迎来 美好的 未来 谢谢各位 中立先生 我们会议的时间剩下的不多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货币汇率 还有货币政策的影响等等 那么我们想 我想问您的问题是 您对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的影响 有怎样的看法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谈一谈 将如何将货币汇率 作为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工具 或者说人为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工具 在这问题上是怎样的一种看法 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可以说是 现在世界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这里想说的 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 因为中国作为世界进出口的大国 许多国家为了贸易的 和投资的自由化 便利化 希望呢 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结算 这就使得人民币的离岸业务 不断地在扩大 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也应该说 是中国开放的结果 中国要扩大开放 不请啊 要扩大产品的开放 也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 这其中就包括金融业 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 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 进行设立机构开展业务量 在增加 值也在提高 我此次访问瑞士 刚才和瑞士联邦主席女士 共同见证了 中瑞金融合作的协议 这里就包括 中国要在瑞士 开转人民币的清算业务 我们愿意把瑞士 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之一 同时呢 我们也宣布 对 AQF2 给予啊 500亿人民币的额度 这些啊 都将有利于 中瑞的贸易 和投资的合作 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可以说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为 中国 毕竟是 发展中国家 人民币 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它 是基于 中国 这样一个 发展中大国的 基础 它也 需要 世界市场的 认可 对我们来说 首先 是做好 自己的功课 因为中国啊 开放的 时间 并不长 尤其 金融 开放 的经验 还需要 积累 同时呢 我们在 推进 人民币 国际化的过程中啊 是根据 国际市场的需求 而且本着 稳定 世界金融 体系的 这样一个愿望 来 推进的 它将是一个 水到 渠成的 过程 谢谢 总理先生 我们的会议的时间 已经差不多要到了 您刚才 在演讲当中呢 举了 这个滑雪的例子 把滑雪这个例子 来应用到经济的 驾驭经济的 增长 上面 那我也 祝愿您 和在座的 所有的 嘉宾 都能够 保证中国的经济 在这个滑雪的雪道上 能够平稳地运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